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飞造作了一个小调查 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回答 一起看看朋友们的故事 at朋友A说 曾喜欢一个男生是因为欣赏他的组织能力和创业能力 但是他却在朋友面前炫耀我喜欢他 仿佛感觉得到全世界的嘲笑 于是稀疗 从此那份心上不在at朋友B说 之前有过男朋友 因为刚在一起不久 晚上给我发了条超级娘的语音 说什么讨厌 哦本来人就有点娘 我也没那么喜欢 at朋友C说 以前我恋一个男朋友 特别喜欢他 追了好久 后来有一次他说 他感冒鼻涕横飞的 我脑捂了画面 瞬间就不喜欢他了 at朋友D说 觉得一个男孩子好帅 默默地关注好几天 然后被朋友发现 他跟我说 你看了他几天没发现他两天才患 一次肌腹 瞬间好感 直降令 后来他居然俩我追我死缠烂的那种 被恶心到不行 at朋友一说 喜欢一个女的 一直到他大学毕业 工作也挺不错的 慢慢的就不喜欢了 因为觉得自己跟他慢慢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再见at朋友F说 爱恋同伴笑草 很帅 周末 他学别人打了一个耳洞 回来给我看 高兴地问我哭不哭 瞬间无好感 虽然他知道我不喜欢之后 当年把刚扎炒到耳钉取了 但 他取掉后 我还是觉得不喜欢了 不喜欢而放弃就是一瞬间的事 at朋友D说 大概就是他在追了我好友两年后 突然放弃 然后和一个不熟的人 进行了一年多的恋爱关系后 我认为他是伤了心 其实他自己和他县怨过得很开心的时候 恰巧还被我看到了 放弃了at朋友H说 因为我朋友也喜欢他 跟他比 我突然发现我的爱没他身 然后就不喜欢他了 at朋友I说 因为他喜欢姐弟恋 然而我跟他同水 还说什么 我处的对象都比我好看 他们不就是化妆化的跟妖精似的吗 那每天素颜是我的错咯 从此以后就不喜欢了 03N的问话题 是什么让你放弃暗恋对象 欢迎评论你的经历与故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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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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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supposed dangerous 我们govern月 Hate ень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订阅 欢迎订阅 premi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